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周二的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周二的股市呢 澳洲股市呢 继续是被矿业股所拖累 由于铁矿石继续大跌了6% 加上呢主要的银行股 昨天也没有起色 因此呢 昨天澳洲大盘继续被拖累了 大约是0.13% 这已经是非常的给力了 最终是收在了5457点 总体上来说呢 下跌幅度依然是不是太大 还好是有其他的能源股在撑腰 但是呢 从今天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石油价格再次下跌 那预示呢 今天的价格呢 特别是资源价格 也不会非常之好 但是昨天中国股市 却丝毫不受任何的影响 中国A股指数呢 继续在创新高 那A股呢 曾经在盘中一度是创下了 3300点的高度 虽然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是有所下跌 但是最终仍是保持了 大约是0.18%的上涨 成交额呢 大约是在3481亿左右 欧美方面昨天也分别 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英国方面 除了英国以外 德国和法国呢 分别有上 有大约是0.7%的涨幅 美国三大指数 也同样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么在其他产品上面呢 黄金继续保持在 1190附近 原价 因为由于现在呢 这个意大利的风情 这个情况并不是特别明显 因此黄金价格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那其他方面呢 在这个石油价格上 也是反反复复 周五上涨 周一下跌 说错 周五下跌 周一上涨 昨天周二再一次下跌 原因就是呢 现在担心沙特和伊朗 最终还是闹不合 这次的这个线产会议 很有可能会无疾而终 那么今天我们热门话题 照正来说一下的是 就是再来讨论一下 现在疯狂的A股背后 以及呢 目前澳洲在明年 有传闻说是不再降息 甚至于要开始考虑加息 那这个中国的A股 应该是说 我从9月 今年的9月份以来 一直以来是重点 关注的产品之一 那我会看好其A股 能够上涨的本质原因 并非是由于 在A股上市的企业在变好 或者说经济数据在变好 而是呢 从资金的流动性上来看 来做出一个判断 那我们都知道 从2014年开始呢 这个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 已经开始变化 2014年开始呢 美国是结束了 它长达7年之久的QE 但是中国和欧盟呢 则分别开始了各自的QE 或者说降息降准也好 或者是硬签也好 总之 他们是使用不同的经济策略 在刺激着各个的经济 那么中国既然释放了 这么多的天量货币 这些钱肯定要找一个出路 你说投资制造业呢 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本人当然是希望 这个制造业能够继续发展 但是呢 很可惜 这个是在资本社会中 资本是逐利的 如果没有立可严的话呢 这个资金就不会去 因此大量的资金 其实呢 离开了这个制造业 而是去了债市 股市 楼市 以及呢 我们说到的 这个期货市场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现 2014年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股市和楼市正式开始启动 到了2015年的上半年呢 由于这个调控过热 导致呢 杠杆一下子去得太猛 使得股市呢 瞬间崩溃了45% 之后呢 资金就大量出逃 再次进入了股市 以及之后的这个 能源啊 矿产啊 为主的这个期货市场 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 资源价格开始 大幅反弹 黑色系 以及包括了这个能源系 开始大量上涨 那这个时候呢 股市也终于 从2016年的9月份开始 有所起色 但是呢 其实换句话说呢 现在的股市 对比上 房价的上涨 对比能源的上涨 甚至于 对比其他金融产品的上涨 A股从去年的最底部 2800点 到现在的3200点 涨幅也仅仅是 只有不到17% 那这个涨幅应该说 是所有的投资里面 目前为止 最少的一个 那这也是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资金 在未来一段时间 能够看得到的 有获利地方的 一个主要产品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 A股市场 如果在未来的时候呢 或者说 这个大量的资金 依然没有更好的去处 那么A股市场 毫无疑问 将会是 在未来6到12个月之内 一个比较好的投资选择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澳洲朋友们来说 比较关心的就是 澳洲要不要降息 什么时候降息 那么在这个10月份以前 资源还没有 涨那么疯狂的时候呢 大家都认为 在今年的12月之前 澳洲央行 还会再去降一次息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现在情况来看 今年降息的可能性 几乎已经为零了 而且明年 上半年降息的可能性呢 现在也仅仅只有30%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之前说到 澳洲央行降息 主要是看三个方面 分别是这个 通货膨胀率 以及呢 这个房价的因素 和澳元的走势 这三点 但其实这三点 还并非是一个 最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 要了解降息降准 就首先要知道 为什么要降息 降息就是一个 降低银行的 中央这个货币的利息 标准利息 来刺激信贷 因为降低信贷成本 同时呢 增加人们的消费 这个通常是用在 经济下行 或者是没有达到要求的情况之下 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方法 那么既然说到是刺激经济的方法 就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才会用到 那万一经济好了呢 好了以后 非但不会降息 而且之后是更考虑的呢 是何时会加息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澳洲的经济 很大程度上来说 虽然它在反复强调 要脱离矿产业 但毫无疑问 矿产依然是澳洲的天然优势 所以说如果呢 这个矿业在如今 中国强力资金的推动之下 能够复苏 那么对于澳洲的股票 澳洲的房地产 以及澳元所有的资产来说 都是有利的 我们常言到是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那如今啊 这30年不到 连10年都不到 澳洲又有可能会迎来 第二波的矿产 这个回复潮 反弹潮 如果这波的潮流 能够维持在后面的 这个6到12个月 甚至于更长时间的话 那么澳洲的经济 将从目前的疲软 接近于下跌 扭转为上涨 重新上涨 那么既然经济开始 重新上涨了 那么继续降息的必要性 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目前市场在议论 明年澳元很有可能 不会再降息 甚至于还会加息的 一个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 铁矿石继续上涨 资源价格继续上涨 那么在我看来 澳元也的确没有必要 再次降息 那么今天最后呢 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今天晚上的12点30分 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就是美国的小飞农数据 那么今天是小飞农 到了周五晚上呢 是美国的大飞农 因此本周的话呢 还是有一个 这个大飞农数据的 只要这次的大飞农数据 不是特别的差 基本上现在12月加息 已经是超过95%以上的可能性 就是大家都已经认为 只要这次这个飞农数据 不是差到离谱 那么基本上12月是肯定加息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